本所于16日下午17时10分取 接获民众报案 称辖内某公园有吵架纠纷情事 经警方到场了解 查被害人陈姓男子 为本辖某酒店前员工 已因日前于酒店内有窃取财务情事 近日于案子遭酒店工作人员 赖男、张男、郑男等三人发现行踪 于交谈过程中 遭三人使用手铐限制其行动自由 经警方赶赴现场 所以将案内相关人等待盘所离情案情 令与陪同被害人陈姓男 清点自身财务之际 令查获第二级毒品安倍他命吸食器 及残达带等物 讯后将赖男等三人 依刑法妨碍自由罪 陈姓男另依毒品妨碍防治条例罪 已请台北地检署征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